今天是2015年的9月1號 中午開始之後LINE AT正式開放申請註冊ID 申請註冊ID ID就是你登入在LINE AT的後台管理介面的時候 這個管理介面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小老鼠然後後面的英文字 預設都是一個亂碼給你的一個雜錯的英文加數字 那我們像我這個 因為我是外號叫劉奶爸 我就取一個劉爸爸的英文 LIUBABA這樣比較好記 那這個是今天中午開放之後我去註冊申請購買的 那你要怎麼去註冊申請購買 我們現在快速來帶一次 那一剛開始我們要先來講 購買的時候必須用LINE PAY 什麼叫LINE PAY呢 你一定要先去把這個LINE PAY先綁定 也就是說綁定一張信用卡之後 你才可以透過LINE PAY來購買這個註冊ID 那一剛開始你的LINE至少要在5.2.0以上 在智慧手機上面記錄LINE的其他 然後有個LINE PAY的按鈕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LINE PAY的畫面 按開始 那如果是Android的手機的話呢 就要先安裝 你到那個Google Play去搜尋一下LINE PAY LINE PAY 然後去安裝一下這個APP 然後呢 就下一步按開始 接下來呢 他就告訴你 在信用卡認證授權的過程中 系統將會進行新台幣1塊錢的預扣 僅作為認證的使用 因此用戶無需支付 退款時間因銀行而異 反正會退給你就對了 反正就是1塊錢而已 然後根據他的方式去綁定 輸入你的電話號碼還有你的email 然後下一步 要去這個是重點 要去那個認證碼之後 等一下去設密碼 OK 然後到這邊來 設定LINE PAY的密碼 這個是重點 設密碼 然後這邊按綠色的 那這邊設定密碼開始 因為我們在碼ID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出現這個請輸LINE PAY的付款密碼 所以這個你要記起來 所以LINE PAY這個密碼先設定好 OK 然後就到下一步完成 註冊一張信用卡 註冊信用卡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這張信用卡的資訊 填到那個LINE PAY裡面去 這樣他只能夠幫你綁定 綁定之後呢 以後只要買LINE相關的產品 那只要透過LINE PAY 你就點一下就直接他幫你刷卡了 你就不用再每次買東西 都要再去填一次信用卡 就不需要了 所以要先綁定 就照這個模式 照他的順序去綁定 他這邊有個掃描信用卡 那你可以把信用卡 放在這個綠色框框裡面去掃描 那底下就會出現卡號 那不一定要用掃的 你也可以直接輸入 因為有時候掃描掃的不清楚 所以可能無法辨識 所以就自己輸入吧 這邊有講卡號有凸起設計的信用卡 可透過掃描信用卡的功能 代入卡號 也可以手動輸入卡號 也可以手動輸入 不見得要用PID 用PID有時候瞄很久 對不準 然後呢 第三步驟完成 然後他就會綁定一張信用卡了 完成之後呢 可以看到已註冊信用卡 已經在LINE PAY的頁面上了 好 注冊完成 快去LINE PAY加值服務購買ID 或是推廣方案吧 好 開始了 LINE PAY要先注冊完 不然你沒辦法買喔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 怎麼去注冊這個ID呢 好 在你那個後台 的用戶ID裡面 管理界面的用戶ID裡面啊 這是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裡面的用戶ID 本來是這個嘛 這個每個人都不一樣 然後 看一下 未設定 剛開始未設定 那我們要去這邊 在管理的地方的下面 往下拉 有個叫加值服務的地方 然後 專屬ID 這邊點一下 然後跳到這一頁 他會告訴你購買喔 在昨天以前 今天中午以前 這一頁都是 還未開放購買的 那現在已經可以開放購買了 所以 第一年本來是798塊 然後現在呢 是400塊 趕快買 購買 按購買下去的時候呢 小小鼠是他本來就出現的 所以你要輸入的就是 後面這尺英文字 注意 不能夠有大寫 不能夠有大寫 只能有小寫 或者是 底線 dash 或是一點 當成那個中間連接 那 只有這幾個 還有數字可以的 就這樣 不能大寫 好 好 那這個就是light add id 剛看過了 好 然後呢 他就會按下一步 同意 同意 那 他 如果說你那個 id 已經被別人買走了 被註冊走了 他就會寫 無法購買 那 如果出現這一頁 哈哈 要感到非常高興 因為沒有人跟你重複 趕快購買 趕快購買 按同意之後呢 就會出現 確定 設置專屬ID後 將無法偏更 盡情留意 好 按確定 按下確定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 開發票 好 那你要填寫你的發票資訊 看你要開二連的或三連的 這邊讓你去選二連或三連 然後呢 就開始輸入 發票抬頭 這些資訊 像我 我是選三連 因為我要開公司發票 好 下一步 輸入完畢 然後最下面有一個確認鍵 確認鍵 點下去之後呢 他會告訴你 他會再秀一次資訊 問你看看有沒有填錯 ok 都沒錯 按儲存 按下去呢 按儲存 確認 確認之後他就會出現 開始付錢了 你要利用上座方式 支付購買嗎 對啊 也沒有別的方式的 你就按確定吧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綁定LinePay了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沒有綁定LinePay的話 這一段過程會出現錯誤 你沒有辦法買 然後這邊就以LinePay付款 20分鐘內付款 ok按繼續 然後呢 就是這個我剛剛講很重要的 你在LinePay裡面要輸入一個密碼 就是在這邊 你要輸入這個密碼 然後呢 正在付款 好 他告訴你說 這個要400塊 然後 這邊有一個信用卡 請註冊信用卡 哦哦 我之前可能沒註冊 所以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 就出現這個畫面 好 然後填卡號 對 之前如果LinePay沒有綁定的話 好 然後卡號 ok好 填完了 最下面按註冊 這邊啊 這邊勾起來綠色色的主要卡片 然後按註冊 好 以完成信用卡註冊 確定 好 這邊有下一步 下一步這邊 好LinePay輸入密碼 好這邊點付款按鈕 付款 ok 購買成功了 按確定就好了 好 剛剛已經完成了專屬ID的設定購買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買推廣方案 推廣方案 推廣方案就是每個月 如果超過1000折的話 你就要付出798塊 798塊 那 9月份 不用錢 所以呢 你看下一步 9月份不用錢 好 推廣方案按下去之後呢 哦 這個是我剛剛那個 ID改好之後 他會修出來 這個 專屬ID 巴拉巴拉 然後有效期限是到幾月幾號為止 那你不要去按停止哦 已經買了 不要按停止 好 剛剛講的是這個推廣方案 推廣方案嘛 每個月798塊 那目前0元可以用到9月29號 所以9月29號之後呢 就是確定每個月要付798塊啦 好購買 購買是0元 但是你還是要按購買 你才能夠發送超過1000折訊息哦 好 下一步 然後一樣這個畫面同意 一樣跟剛剛一樣 跟剛剛做這ID的那個 購買方式都一樣 這邊都一樣 好 付款 付款完畢 他有跟你講 OK 有效期限到9月30號 欸 這邊寫929 這邊寫930 啊不管 好 你不要按節約哦 我們已經買了 好 這邊有 購買紀錄都出 都出現了 推廣方案 0元不用錢 就是這個月 9月份 專屬ID付了400塊 OK 好 以上 就是 申請LinePay 還有購買ID的方法 ID購買完畢之後 你的這一個ID就已經變了哦 好 那你會不會想說 那我以前的那個 舊的ID我已經公佈出去了 怎麼辦 不 怎麼辦 或者是你的那個QR code 已經公佈出去了怎麼辦 OK 沒有關係 因為 我也問過原廠了齁 這個 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 不管他是搜尋你的新的ID 或者是搜尋你之前舊的還沒有買的 亂數的ID都可以找到你的帳號 所以沒有關係 OK 好 以上就是購買 購買ID的方法 還有購買每個月要支付的費用 那這個又是0元 趕快去買趕快去買 OK 謝謝大家 我是牛奶爸